10月13日,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柯茨表示 2022年北京冬奥会之前 让中共对其人权记录负责 不在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之内 必须尊重东道国的主权 他说,我们没有能力介入一个国家 并告诉他们该做什么 我们不是世界政府 该言论受到广泛质疑和批评 美国著名作家安德斯·科尔 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 国际奥运会在处理中共暴行方面 表现出严重缺乏判断力 他说,奥运会必须有一条不能跨越的人权线 这条线至少应该是把任何 正在进行群体灭绝的国家的边界 坚持在一个犯下群体灭绝罪行的国家 举办奥运会 就不再是赛事的问题了 奥林匹克比赛天生就具有政治性 要么是为了支持群体灭绝政权的形象 要么是为了抗议而支持更高的人权原则 任何人,甚至奥运选手都不能免于这些原则 前加拿大司法部长考特勒 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说 1936年在德国举办奥运会时 在大屠杀开始之前 那场赛事已经被称为耻辱的奥运会 那么现在奥运会要在中国举行 正值对维族人大规模暴行和镇压香港的时候 更不用说他们对法轮功的迫害和起诉了 对台湾的同学,在西藏的镇压 以及监禁更多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记者 我们不应该用奥运会奖励他们 这会放纵有罪不法的文化 感谢你 我会想到你们等下 我会想到我们等下 在你就可以看到 我会想到我们想到 我们想到你们 感谢你 那